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叔山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游戏空间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街霸2 世界四通记录 那么之前的街霸2的世界四通记录呢 是由我创造的10分15秒 在家先来无视手痒 自己刷新一下记录 试试啊 那么第一个角色是桑吉尔夫 桑吉尔夫放的第一位是 比较有利的 因为这个家伙到了最后出场 他的血量是很高很厚 打他的打法呢 逆向旋风腿 在他起身之前 然后三连击 希望大家看到这条视频 能给我们的点赞 鼓励支持一下 点赞的最新方法 按住点赞键不松手 长达3秒 会有一个强力推荐 谢谢各位的支持 第二个印度阿三 洗手上风拳 在他起身之前 小旋风腿 他会主动缠腿 三连击打晕之后 直接跳逆向三连击带走 这就是打这个瑜伽 最好的打法 起手大升龙 如果他没倒地 再补一个升龙 旋风腿 旋风腿落地 他必定会出一个滑铲 滑完铲之后 我们挡住之后 直接一个电炮带走 现在时间已剩一分 18秒 已经打完了两个角色 这个游戏里面 一共有12个角色 三个抢了一关抢 第二个角色是龙 这边起跳的 机器没有拿捏好 所以被他打了一下 不要着急 等他跳波的时候 咱们直接跳过去 把他打晕 然后再三连击 白人起身 如果跟你有一定的距离 他肯定会发波 所以说利用他发波的这个瞬间 用升龙拳穿波 打白人起手发波 他后跳 后跳完了 重拳加升龙 再接一个重升龙 晕倒 上去补三连击 三个人物打完 现在打完的时间是两分钟 两分钟 砸汽车 砸汽车 起手一个重腿 挂两下 一个大升龙 跳到汽车顶上 然后直接一个逆向 飞腿 下铲腿 接升龙拳 或者下重拳 接升龙拳 都可以啊 这个组合都是可以的 这个打完的 最标准的时间 就是19 这个上面的 这个计时呢 它跟我们的 正常的时间 并不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是 这个 相扑 相扑跳重拳 接一个中升龙 打倒跳逆向 这个跳逆向啊 要掌握好一个时机 跳的早了 他起身的时间持 跳慢了 容易被他打 贴着他的身体跳 打晕之后 上去补一个三连 这个除非是脸 特别黑的情况下 一般打三连 不会晕 正常情况的话 三连击肯定会晕的 好的 这边已经是第四个 对手倒地了 接下来是 布兰卡 就是野人 野人起手不动 直接一个升龙拳 再补一个三连击 那么到了后面的关卡 这个敌人的血比较硬了 因为咱们这个难度呢 是困难难度 所以说敌人的血量 会随着他的关卡的 越往后 敌人的血量会越后 起手不动 等他过来 过来直接一个中升龙 打倒跳逆向 把握好这个距离啊 再来一个三连击 还是死不了 再跳一个逆向 很多朋友之前看啊 说 那个你打的 为什么电脑 这么简单都不还手的 是因为 我们玩这个游戏 已经把这个游戏里面的 这个敌人的套路 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鼓励 美国大兵 美国大兵 起手一个小升龙拳 骗他一个 骗他一个剪刀脚 剪刀脚落地 是一个大空档 可以补一个电炮 刚才其实第一下 跳他跳逆向的时候 我跳失误了 没有踢到他 好在后面 及时这个补了一下 好的 这边上去补一个三连击 记着最后一下升龙 一定要有小升龙 大升龙的话 打不死 落地容易被他打 这样就会耽误时间 现在时间已经是 4分38秒了 已经打完了游戏的 5个敌人 6个敌人了 6个敌人了 这边来到了游戏的 第二个奖励关卡 这个奖励关卡呢 是打筒子啊 只要你不要把 所有的筒子都打完 他结算的时间 就不会很长 那么重点呢 就是最后的两个筒子 一定要打得很快 最后两个筒子 我采用的方法是 重拳接升龙 重拳打掉 倒数第二个筒子 接一个升龙拳 打掉最上面一个筒子 这样是最节约时间的 来到游戏的第7个敌人 啃 啃的话 起手他会后跳 后跳之后呢 发波 这是固定的 上去补一个三连击 没倒 这边虽然耽误了一下时间啊 但是 误打抛费的好处是 结算的时间特别快 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如果打抛费的话 结算的时间会更长 好 这个三连击直接晕了 上去再补一个三连击 他会升龙 升龙落地 一抓带走 这就是最顺的一个打法啊 最顺最顺的 今天的运气不错啊 好 最后一个春丽 那么春丽的打法呢 起手 他会跳 跳升龙 然后跳逆向 打晕之后不用动 直接跳 这个距离是卡的非常的好的 就是春丽这个角色 他的体型 他的这个魔 剑魔 倒地的这个距离 你不用动 直接跳过去啊 就能踢到他的逆向 逆向大概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这下运气不好 没倒 没倒没关系啊 补一个升龙 上去他晕了 再补一个升龙 带走 那么这样的话 游戏的传统的八个角色 已经全部打完了 接下来 就是游戏的四大天王 泰森 铁面 赖根 和这个保安 就是将军 将军 这个拳王 没什么好说的 非常简单 起手发波 波升龙拳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里泡费的时间 这个加成是很长的时间啊 长达五秒 起手发波动 波动他会跳 跳了之后 直击一个升龙拳打倒 然后跳摸头 重拳接升龙 再来 打拳王这个地方 耽误的时间会很长 不是说你打的时间很长 而是这个结算的时间啊 真的非常的长 那么接下来是打这个游桶 打游桶最好的方法 是起手重拳接小升龙 蹲重拳接重拳风腿 那么这边的运气不是很好啊 运气好的时候会 上面的桶子坐下 会砸掉底下的桶子 但是刚才并没有出现 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说时间稍微慢了一点 最好的时间 应该在32的时间 打爆全部的桶子 我刚才用了29的时间啊 铁面最好的打法 起手打倒 打倒之后压起身 压起身可以用重腿去压 因为重腿一般压好的话 是两段 再接一个跳重腿 他就是晕了 他就晕了 起手升龙 赞升 墨地接电炮晕了 上去补三连机 怕怕怕怕 没死再补一个 8分20秒 完成了铁面 还有拉根 和这个将军 时间 比较紧张啊 比较紧张 相对于之前的10分15秒来说 比较紧张 这边利用一个下铁腿 强行的把他背到板边 背到板边之后 起身压他的这个 用重拳压他啊 一般来根起身会反击 但是他起身一般 不会来根泡泡糖 他一般会用重拳啊 铁腿啊之类的方式 起手终生龙 直接打倒 打倒之后再压他一下 压到板边 重拳一压 晕点晕点上去补三连击带走 9分05秒 完成了拉根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将军 打将军就比较看脸了 因为将军这个 跟打苏联老肥一样啊 也是压逆向 逆向旋风腿 这边逆向旋风腿 落地肯定会被抓的啊 因为这个距离不够好 直接到板边旋风腿 落地生龙 没晕 没晕啊 耽误时间了 这边肯定要被抓一下啊 被抓一下 第一把这个 这局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 这个时间都已经来到了64了 咱们的计时呢 时间来到了9分 50啊 9分50 还有15秒的时间啊 这样直接把他挤晕了 晕了之后补三连击 再逆向旋风腿 落地最后压生龙 10分03秒啊 今天的运气非常的好 今天这把打的真是牛皮 磁花带闪电的那种 运气非常的棒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 希望大家 点赞留言加关注 点赞随音方法 按住点赞键 不松长长达3秒 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强力推荐 谢谢各位的支持 街霸2的世界思聪记录 刷新了啊 最新记录10分03秒 谢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各位 呃 后期呢 我还会有有有感觉的话 我还会再继续尝试 看能不能再破啊 感觉如果刚才第一把 打将军不失误的话 这个成绩还能再快一点 是吧 但是 饭要一口一口吃 是吧 这个游戏也要一把一把练啊 咱们慢慢来啊 慢慢来 不管怎样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更好看的游戏 谢谢大家 咱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